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的话比较小 当时的话非常重要 什么知识点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 就是其他机器如何访问本机的这个redis服务器 那么我们之前的话是讲的 如果在这个windows下面 如果在这个wuburn图下面去安装这个redis 然后我们连接也只是在本机上面去连接 对的 那么我们以后在写爬虫的时候 如果写那个分布式爬虫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让其他电脑去连接 我的这个redis服务器的这个电脑 这个服务器对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让其他电脑 怎么去连接到我这个本机的这个redis服务器 那么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 它默认是连接不了的 好吧 这个地方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cfd 这个地方 打开这个 我这个地方先启动一下我的这个redis 这个的话是我这个windows上面启动的好吧 接下来我用这个linux操作系统去连接下啊 只要的话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虚拟机 打开这个虚拟机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连接下啊 那么连接这个呃 如果我们要连接另外一台电脑的那个redis服务器的话 你需要指定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啊这个地方第一个参数是-h-h的话代表的是连接的是那个host的就是连接的是那个啊远程的那个服务器的那个ip地址好吧 就是你要呃你要连接的那个服务器他的那个ip地址第二个的话就是端口号就是这个redis他的这个端口啊 那么默认的话就是六三七九对吧六四六三七九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redis干cli这个命令去连接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定这两个参数好吧 好 那么啊 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这台电脑就是我的这个主机 我的这个windows这个操作系统 他的ip地址是造成的ipconfig来看一下啊 他的ip地址在局域网下面啊 因为我现在这两个电脑的话都是在局域网下面对吧 他的ip地址是192.168.1.8啊 那么我们在这边连接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ip地址去联系一下啊 好 那么就是redis干cli然后干h啊 或者我这个地方clia先清一下啊 啊 然后是redis干cli干h但是后期的啊 就是能连接的那个redis服务器的ip地址那么是192.168.1.8对吧 哎 这个地方我是已经启动了 看到没有啊 我这个windows上面是已经启动的啊 然后干h干p是那个端号 六三七九啊 七九好 这样的话就连接上去了对不对 好 能真的连接上去吗 我们这个地方get一下 use name 他这边是提示了你什么呢 说错误啊 这个东西连接不成功 对不对 连接不成功啊 好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这个地方再来退出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该啊 要修改一下啊 这个redis就是我们这个redis服务器他的这个配置文件 我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恐惧加c啊 把它给退出来啊 实际上的话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呃 啊 那个我的电脑啊 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我们使用的这个啊 配置文件是这个redis.vindows.conf这个配置文件 对不对 我们双击来把它给打开啊 实际上的话我们来找到一个地方找到这个什么呢 bund啊 这个地方是绑定的是127.0.0.1 找到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大家给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这个地方改成啊 这个地方如果你如果如果你没有写 如果默认默认的情况是那个啊 bund的127.0.0.0.1的话 那么他就只能通过127.0.0.1这个啊 IP地址进行连接啊啊 只能通过这个IP地址进行连接 那么你只能通过这个127.0.0.0.1 这个IP地址连接的话 那么别人肯定是连接不了的对不对 因为别人如果通过这个127.0.0.0.1去连接 那么就只能连接他自己的这个啊 服务器对不对 就不能连接到你这个服务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应该要搞成说 哎 你这你你你你其他电脑连接我这个啊 啊 你应该有哪个IP地址 那么毫无一用 我们是应该改成自己的这个IP地址啊 这个对对 说的话我们这地方就改一下啊 改成这个什么的啊 192.168.1.8啊 这样的话别人就可以通过这个IP地址去连接你了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改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实际上的话再来启动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服务器 实际上的话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连接下哎 这样的话就连接上去的就没问题对不对 我们再来盖了一下 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啊 abc啊 对对 如果你能够从这个relius当中获取值 或者是啊 给这个relius当中设置值 那么说明你现在是已经成功的连接上了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比如说赛了一下 是等于这个啊 塞的优势那种是这个什么呢 啊 叉叉叉啊 好 这的话他就存储进去了 接下来我再盖了一下优势 这的话是不是就存储进去了 对对 说明我们正常的可以连接的 好吧 正常的可以连接的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啊 我们就是教大家如果去啊 让其他电脑连接我们的这个relius啊 那么连接的话 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呃 绑定的是你本级的ip地址啊 就是告诉别人 你在连接我这个 relius附近的时候 你应该用哪一个ip地址 好吧 应该用哪个ip地址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哈 这个地方我加出了这个强调的这个地方啊 呃 办的这个绑定的还是本级网卡的那个ip地址啊 呃 所以现在网上的话很多人啊看啊在网上去找这个bund这个这个这个相关的支持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解释哈就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总是说啊总是说告诉你说哎你要绑定哪个机器的就是啊他反正网上的那个反正网上的那种解释哈他的解释的意思就是哎比如我现在需要让这台机器连接我的这个relius附近对呢那么网上解释的话可能就说哎你你你你你你应该把这个机器连接我的这个啊 这个绑定的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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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他的ip地址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绑定的应该是这个relius服务器的ip地址而不是relius客户端的ip地址好吧 这等这里大家一定不要被误导了啊一定不要被误导了啊 而不是啊想让其他机器连接的ip地址对吧啊那么如果你的电脑上面有多个网卡啊如果你这个电脑上面有多个网卡那么你可以绑定多个网卡的那个ip地址 比如说你的电脑上面有两块网卡那么在这个上面可能有两个ip地址对不对那么你就可以绑定这两个ip地址啊那么以后别人就可以通过这两个ip地址都可以联系到你的这个relius服务器对不对啊 那么如果你绑定的这个是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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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啊据说你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这个地方写成啊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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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这样的话也可以联接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联接啊那绑成这个绑定这个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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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但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意味着啊意味着你本机上面啊比如说你本机上面有多块网卡那么啊意味着你本机上面两块网卡的那个ip地址别人都可以来进行访问 别人都可以通过你两块网卡的那个ip地址来进行连接是个意思啊是个意思好吧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啊再来可能加c退出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启动一下然后的话我再来到这个虚拟机当中然后我退出一下啊我再来连接下啊再来get一下u4的这个话是不是也连接成功的吗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办的啊那么如果如果你这个本机上面只有一个一个网卡那么你写这地方你写上真自己的真正的ip地址或者是写上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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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啊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啊让别人通过这个啊你自己本机的ip地址来进行连接好吧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啊OK啊大家后期我们再哎讲到呃多的那个分布式爬中的时候啊 这个东西就需要用的了好吧OK啊那么我们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